事實上人生法就有很多方向 我們都是隨著年紀長大 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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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現在我好喝喔 好 謝謝 好 那個 這是我們要公佈這個 事實上都可以聽音樂嗎 不可以 萬元兵力啊 萬元兵力我們剛剛講的 它跟這三個參數有關係 就是質量 質量 還有R 乒乓 乒乓 這都是陳正比的 就是R乒乓 陳班 所以如果想要寫成一個等式的話呢 我們可以怎麼寫 所以 正比關係寫在分子 反比分子寫在分母 於是就變了 要加等於的話怎麼辦 加一個 加一個係數或常數 這個區域是 這區域是萬元兵力 常數 萬元兵力不是 因為地球和月球 請問一下嘛 很簡單 我跟你之間有多遠兵力 有多大 不知道 不知道 因為G 不知道 我如果知道G之後呢 我如果G要知道 你們就可以知道了 有個意思嗎 所以他怎麼算 G怎麼算 聰明的你 G怎麼算 G 而且你知道嗎 G算出來之後呢 G一定要算出來 他拿兩個五百公斤的球 那不是牛頓子 牛頓子沒有包出來 所以 他五十年之後 拿那個五百公斤的球 然後揪這個鏡子去 五百公斤 然後他可以跳出來 五百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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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十公斤 不到五十 這樣真的會移動嗎 不會移動啊 因為力量太小 所以他們想像說 他把他的球 抓五百公斤 基本上 還看不太出來移動 還看不太出來移動 他是把他懸吊著 我兩邊各放一個球 欸同學 哈囉 可以了可以了 我兩邊各放一個球 我在這邊放個球 所以正常來講呢 他們兩個先有細體 對不對 他們有細體 所以拋著球的時候 會使他旋轉 會使他旋轉 所以只要他旋轉多少 就可以這樣斷 一看這呢 我先把這兩個拿走 我先把這兩個拿走 接下來我稍微推他一下 我譬如用兩公克力量推他 他就會旋轉一個角度 我用十公克力量 他就會旋轉一個角度 是不是 這叫做旋轉秤 這跟我們在講 他好像是類似的概念 他只用旋轉的方式 來做秤的功能而已 他旋轉方式 來做秤的概念 所以他用 這樣子 吸上去的時候 發現 那個旋轉幾乎兩個道 那怎麼辦 所以就卡住了 後來那個人 有一個科學家 他就有一天在逛街 看到兩個小朋友在玩 鏡子 用鏡子 反射陽光去追個人 那個小朋友在跑 他用鏡子打 用鏡子反射陽光去打他 突然那個鈴到東一點點 那個光 跑來跑去 很厲害 他想到 我如果在上面放個鏡子 那不是很好嗎 我光打過去 他反射到這邊拿 我把這兩個球下去之後 他已經會反射一個 轉一個小角度 轉一個小角度之後 我移過來 就變成一個大角度了 對不對 我覺得特別大角度 是不是大距離 腳塊還是很小 但是距離很遠之後 腳步就被放大了 沒有距離就被放大了 腳步沒有被放大 距離被放大了 那那個光也要夠強嗎 那那個光也要夠強 陽光也要夠強嗎 其實還好 可以打一個紅光 那時候沒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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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陽光就夠強嗎 可以到遠 可以啊 陽光可以從太陽打到地球 要這麼多遠 陽光可以打遠 你到底要這麼多遠 對啊 我經過設計 我經過設計 我只要先把陽光 這邊有沒有鏡子 我把陽光先打到這邊來 這邊在暗房裡面 這陽光打到這鏡子 這鏡子就是在暗房裡面移動 我張牠移動的幾公分 我可以反對牠移動的幾度 我張牠移動幾公分之後 我張牠移動幾公分之後 我張牠受多少力 我張牠受多少力之後呢 你看 力量有了 距離有了 兩個質量都有了 我這個算的距 你那這距算的有什麼好處嗎 不知道 這算是地球質量 哦 是不是 我的質量知道嗎 我夾這80公斤 地球質量不知道 距離知道吧 地理可以量 在地球的半徑是可以量的 怎麼量的 怎麼量 這是地球科學的幾何 裡面就有提到 數學應該有提到 你要用那個直線的那個 在春分或秋分的時候 你拿那個棍子放著 然後它有一個頂子 跟沒有頂子的地方 看中間距離差多遠 你就會反推地球的半徑 好 這下一個頂子再講 就是鬼 對不對 然後半徑知道了 所以其實 假設巨尾 透過那500公斤的球 球出來 蛤 我是在這邊可以做地球質量 因為在這邊只剩下這個地球質量 不是星 地球質量不少 有點偏 那是 後來認爲它有點偏 是它偏的角度很小 所以它可以算出一個大概的R值 R值知道了之後 巨尾也知道了之後 我就可以算出地球質量 所以地球質量在荒原地公式被提出來 之後又隔了八十年 才可以算出地球質量 不然地球質量我們今天也是算不出來的 所以這是一個很有趣的實驗 雖然很簡單 看起來很簡單 但是很重要 很重要的 這是自然科學 最重要的50個實驗之一 就是整個自然科學史發展的過程當中 很重要的實驗之一 50個重要實驗之一 那這50個不是我講的 所以這是基本的關於公式 這樣知道嗎 那你要知道公式是怎麼來的 很簡單 就是看它跟誰有相關 我們這只有三個參數 第一個是質量 前面兩個都有質量 第三個是居 那我就知道是公式 對不對 基本上就是你要去理解 它跟誰有相關的 接下來在課本裡面 有看到第四九頁 萬能力這邊它有講的軌道定律 等面積定律 還有周期定律 這三個基本上呢 蛤? 沒事 客服勒 客服勒 第一個定律是一個概念 它從萬能力往下推倒 它其實牛頓的定律 是建立在客服勒的行星定律式上 但是它真的是 客服勒的行星定律式上 基本上在早期都是觀察出來 是觀察出來的 它自己定律 對 它觀察出來 那它從觀察出來的現象 在反推出那個重力的公式 那在這邊 客服勒觀察 客服勒觀察道 第一個軌道定律就是 每一個行星都在橢圓形的軌道上 運動 然後太陽 或者說我們今天被繞的那個星球 是在兩個焦點的其中一個 橢圓形知道什麼意思嗎 知不知道橢圓形 知不知道橢圓形 橢圓形是怎麼定律的 就橢圓形 講得好清楚 一直可以畫 什麼一直可以畫 那橢圓 其實它沒有固定半律 它沒有固定半律 像這種東西 我們要說 橢圓的定律是什麼 它是藉由 藉由畫人 藉由畫人的方式畫 它也是藉由畫人的方式畫的 好 有沒有誰可以用 你手上的東西畫我們的橢圓 橢圓 橢圓嗎 橢圓 四次都橢圓 不是 橢圓 對啦 所以怎麼畫出來 如果畫藍圓重疊 然後中間 如果畫藍圓重疊 中間畫算橢圓嗎 不是 那不是橢圓 要橢圓怎麼畫 要跌了就橢圓 我就畫 才有機會 我小圓的時候就畫橢圓 你該不是畫一個十字吧 不是啦 不是啦 橢圓就是畫橢圓 橢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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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那時候老師教我們 就是拿兩根大頭針 硬在紙上面 然後在上面繞一條線 然後筆的另一條線 這樣畫一圈 你畫出來是橢圓 為什麼 喔 畫過沒有 再來一次 喔喔喔喔喔 這兩個土地嘛 喔喔喔 像是嗎 有兩條線繞著它 那你的筆心就壓著那條線啊 就沿著這樣畫 你這樣畫上去的時候 它有一條繩子會鬆 一條很緊的 沒有沒有沒有 你要拉緊 往上繞的時候耶 往上繞繞 你不會把它反過來 從這邊畫 你不會把它反過來 這樣畫 好 不是 蛤 不是 繩子一樣長嗎 繩子 這條繩子是一樣長的啊 沒有 其實兩條 我們就等頭去 喔它不是兩條繩子 是一條繩子 然後比 用 對對對 所以就一條繩子 倒了這兩個圖 倒了這兩個圖 對不對 不是兩條繩子啊 一條繩子啊 兩條繩子會比較薄 兩條繩子會比較薄 啊所以 圖 果園的定義是什麼 那目前為止 是要圖不定的嗎 一位會從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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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叫兩條繩子 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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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繩子 然後把它給 摳圖 然後它畫一圈 可以 是的 我拿一繩子 等一下 我想到一個方法 那個比較複雜 蛤 把它弄好 做個簡單的小小的試驗 他可以畫得比較淺 他不是太淺 好像都懂 都懂嗎 可以畫一個試試看 可以幫我 幫我 那你幫我 繩子拳 來 繩子拳 上 繩子拳 比重子 上 來 幫我聊一點 幫我加一間 OK 好 同學看得 上 這樣子畫 比重子 是什麼 你要問那個句說 很厲害 你要問那個句 好 下來之後 這樣子畫 問繩子拳 就對了 喔 哇 耶 蛤 好 就是偶原 大家知道意思嗎 我 因為那個線 不夠長 所以 線不夠長 因為在多的時候 他壓著 他線是朝下 所以他本來就有無限誤差 但是你知道那個概念嗎 知道概念嗎 捏手 好 基本上呢 所以你從這樣看起來 你知道偶原的定義 昨天是怎麼定義的嗎 我覺得 絕對有一個可以 很漂亮的方法 才畫這麼多的 我再問你定義 怎麼定義他 怎麼定義一個同學 我們可以先畫個半圓 好 我先講圓的定義 我先用半圓的概念可以講 只是他 他過了 你說你弄個 兩個半圓這樣 就是 就是 那不是 左圓的定義 那不是圓 我說 差一點點 好 然後 然後他 這兩個都不一樣差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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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塊 對對對 他們很辛苦去拿了三顆分比 好 好不好 我講圓的定義 圓的定義 什麼定義 圓 到圓形的 距離相等 OK 到圓形的距離相等 所以就拿一條線這樣 哇 他就是圓對不對 對 圓形的距離相等 好 好嗎 那是你到這邊來 圓圓怎麼定義 到雙圓形 對 距離相等 合相等 合相等 我從這哪個點 然後到這邊 到這邊 把這兩邊相加相等 合相等 是不是 因為我剛剛不是用到現在畫的嗎 對不對 我從這個點到這個點 這個距離 一定能從這兩個距離相加 懂意思嗎 嗯 這樣知道意思嗎 嗯 OK 所以橢圓的定義就是這樣 非常簡單 OK 那有沒有三個點 有三個點 沒有 我們現在目前只有看到兩個點 對 就是橢圓 好 所以 科普都發現呢 我們的星球的運轉 他不是到那個球星 這球星不是我們的焦點 我們到的軌跡其實是這個橢圓 然後呢 那個核心啊 是兩個焦點的其中一個 那事實上我沒有看到的兩個焦點都很靠近 事實上是很靠近 你看 這麼遠的核心 畫起來的圓都還蠻遠的 假設這兩個圓心還是靠近一點的 這兩個焦點還是靠近一點的 畫的是更像一個的 是不是 好 橢圓在現實生活中怎麼做到 很簡單 這是一個圓柱形 我弄到一個圓柱形 我這樣認了一個斜面剖過去 我都得到一個橢圓 哦 懂意思嗎 我在哪個地方剖過去都得到一個橢圓 平行就躲過去也是橢圓 平行 平行啊 不是 不是 平行就沒有 所以你有得到圓沒有錯 橢圓 所以圓是橢圓的特例 大部分的時間都得到橢圓 只有這個點是得到 得到這個 真圓 我自己是不是有看到圓 圓 圓 沒有 這只是那個 另外一個呢 假設 假設 假設這是一個空 空 空這要意思嗎 空就是一個圓椎 圓椎也是一樣 我正那個斜面剖過去 都是剖圓 我正那個斜面剖過去 只要斜的剖過去都會 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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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是這個 好 也試試看 然後呢 我如果垂直剖過去 它就是圓 我如果平行這個斜面剖過去 有什麼 椎型 不是椎型 它叫做雙曲線 雙曲線 你們在學 學韓式圖形啊 有沒有學過這樣的固形 這是一個 兩個相較的直線 假設我這邊 很遠的地方 很靠近它的線 它過來 這樣 嗯 有學過這種固形嗎 哇 這哭臉 為什麼 就是 這個很遠的地方 兩邊 兩條線很靠近 但是 典型的雙曲線呢 是 二次才有數 典型的雙曲線是 x x 等於 對不起 y等於x等於1 就是點前算句線 對 是嗎 你看 1的時候是1 嗯 它會就是 這邊比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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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很像這裡 對不對 然後 yx如果是2的話呢 x如果是2的話呢 它是二分之一 那如果3的話呢 它是三分之一 那如果4的話呢 四分之一 可是會不會貼定x走 不會嗎 反過來 反過來 我如果x乏2分之一 它是2 對不對 我如果是三分之一 那是三 四分之一 4 它拋殼是這樣子 噢 你剛剛畫寫的我還在想問我出現一顆七色商標的東西 當然 不如畫寫的啦 不如畫寫的就是它以Poly你原來的想法 不如畫寫的它Poly你原來的想法 但是你把它畫寫的 蛤? 雙矩線沒有這麼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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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怎麼簡單 還有一個地方 如果你正在想 可以 2啊3啊4啊 這個做調整 你可以得到不同的雙矩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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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實際上 在物理 我們在探討物理的現象 很多時候會跟數學會結合 數學是工具 所以你在學學習的時候 你剛剛思考一下數學的基本能說定額 蛤? 這樣也是一個 不是啊 這樣不是雙矩線 不是啊 不是啊 你那個畫的時候 就不只它的曲線 蛤? 各位橢圓知道了嗎? 我們家所有的行星運行都是橢圓的方式 在前進 好 所以科普論的第一定律就是這個意思 每一個行星在運行都是在一個橢圓軌道上 我們的核心只是兩個焦點的其中一個 第二個定律是說 我在運行的時候 假設這是我的 假設這是我的運行軌跡 這是我們的焦點 假設這是太陽 這是地球 我在一個代表時間7 我們按照那個什麼 我們講的這個 萬元於地律 想要在這個點上 跟這個點上 地球哪個跑比較快 比較近的比較快對不對 為什麼比較近的比較快 為什麼 因為它比較大的加速度 對 它需要比較大的加速度 對不對 我們在經驗上 也有這個經驗吧 我們如果在上面把東西 你靜的時候甩甩比較快 對 對 靜的時候甩比較快 對不對 可能會打到手 會 切一下 對 你靜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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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來講 可以說 可以說 這麼短的情況 是要為它平行 為它 圈圈圈圈圈圈圈 它是不是要速度這麼快 我如果要遠一點的距離 我是不是相對來講 不要慢 感覺你要慢一點 我怎麼可以長尾巴二了 我踢腳踢腳 沒有尾巴二 所以說他比較近比較快 是不是也可以說他 他希望他更快才會 沒有這個關係去抵抗 他的上心力 這樣可以跟你講說 我的向心力是不是 R分之V平方 所以你速度要越快才可以 對速度要越快才可以 就這樣簡單跟你講 我的有一個遊戲我看過沒有 他是一個小系統很巨洋 然後這是小型手 上面很多小怪物 那他也可以發這個泡 噗 就爆炸了 不是分物鳥 不是分物鳥 它是遠的 然後它會輪流炸 那它乘怪性的效果 它有引力 對對對 那你的速度都很快 然後是很平行 這個點的話 是不是可以這樣子喔 是不是 它這樣掉下來 真的 對對對 那你速度 你的套如果速度很快 然後你的很平行的話 整體給人家 會變得很像人造衛星一樣 它就開始到圈圈了 點出有啊 只是它沒啊 那是分物鳥太空嗎 不是不是不是 不是不是 不是分物鳥 分物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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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空版是這樣嗎 有 像這個的 沒有啊 所以說你很簡單 假設我有個子彈 我在地球上 我要發生一個子彈 那它變成可以到地球 斷化 那子彈速度可以強 它是非常非常快 非常非常快 可是我把機器 上子彈還以為 什麼 怎麼樣都辦不到 因為它要在平行的時候 才能 就是在平行的時候 永遠都轉 可是假設你 你從地面上發射的時候 它沒有辦法去 事實上也不會平行 不用平行耶 事實上你可以很大 它可以轉很久 但是沒有可以 事實上有個方式是這樣的 可是它如果說 打出去的話 它變這樣子 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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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很遠遠的地方再繞回來 它繞回來的速度很快 因為它離太陽越來越近 所以它速度很快 通過道理 當這個半徑越來越小的時候 這邊速度很快 這半徑很大的速度是慢的 所以克服的關鍵 它關鍵它的現象 它在每一個時間之內 每一個時間之內 它所繞過去的面積 是相同的 懂意思嗎 單位時間所繞過的面積是相同的 嗯 這樣知道意思嗎 對啊 它繞過的面積是一樣的 也是一樣的 繞過去的面積是一樣的 這面積是大 很難算的 你說 什麼意思 就是 假設它從這邊 到這邊需要花一天的時間 它從這邊到這邊需要花一天的時間 它這邊所經歷過的面積 所繞過的面積 是一樣的 這是克服的觀察 這以後我們可以證明 以後我們可以證明 但是我現在沒辦法證明 因為現在你們學的還沒有上那邊 我們要學腳動量完之後就可以證明這個 腳動量學完之後就可以證明這個 所以 是你說 那就是說 它飛過去之後會要飛回來 所以說 當它快要往直走 它的那個 它的冠心力量 已經幾乎要被那個 那個 內心有點想 那小靈力給幾乎要過量燒了 所以它才會一開始 就是它已經沒有那個 沒有那個 它已經沒有它自己的關係 然後它手會被 那個進了鍋 說完美心 可是完美心的時候 它因為被那個 萬美力給吸引 所以它才會加手 對 你可以讓它講得不錯 就像你看 往上掉的等米 吃到最高點幾乎是靜止 往下掉的越來越快 一樣的意思啊 一樣的意思 往上跑的時候 它開始抵消這個能量 它開始抵消這個能量 越來越快 數據越來越慢 OK 數據越來越慢 數據越來越慢 那等它 開始往下 往下的時候 它剛剛跟它講的 掉下去 數據越來越快 好 所以呢 這是科普特的第二定律 其心運動的第二定律 科普特的第三個叫做什麼 叫做 T平方 T平方跟這個 三次方 等於K 這什麼意思 這句話什麼意思 不知道 想想看什麼意思 就想知道 時間的平方 時間是什麼時間 旋轉 就是周期 周期 周期 如果遇到太陽 周期多少 365.24 365.24 對 24 對 你也當了一天 這是周期 這個呢 R是什麼 課本有幾 這是半徑平均 對 平均半徑 我們知道有兩個半徑 我們知道有兩個半徑 對不對 這邊有一個點 所以這叫做長軸的半徑 這是短軸的半徑 這是短半徑 這是長半徑 就是橘圓來講 是這樣子 這是平均 它是平均值 它不是找兩個 就是找兩個 橫心 然後去算這整整整段的 你說找這一段跟這一段的 短均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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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要怎麼找這個橘圓的 橘圓你只要知道 橘圓你只要知道之後 它就可以跨出它的短軸半徑跟長頭半徑 最短跟最長 怎麼畫 最短就領了 老師 這很沒理 對 我們講說 中間 這個一定要通過中間這個點 中間這個點是兩個焦點的中間那個點 通過這兩個焦點的中間這個點的時候 最短的軸 最長的軸叫長軸 OK 反而軸的一半就是短半徑就是長半徑 這兩個平均值就是我們家的腳 大問題 如果這是一個圓形的話 真正的圓形的話 這個平均值就是等於真正的圓形 真正的半徑 對不對 這樣子 OK嗎 我累了嗎 什麼意思 累了 累了 好 那這部分呢其實我們還要給證明 我們來證明它看看 K是什麼 K是一個定值的意思 所以說 這個東西會跟某個東西的關係 什麼東西呢 跟你繞的核心有關 假設這是太陽 這個太陽 簡單來講 你把所有太陽上的 八大行星 九大行星 一千大小行星 實際上整個到太陽系的有多少行星 到現在鑽了幾個行星 只有圓形 不是圓形 不是圓形 為什麼叫圓形 地球有什麼圓形在到 所以正在落的太陽轉 正在落太陽轉的 太陽多喔 太陽多喔 無限多喔 不能講無限多 一定有限 但是數量都同不到 因為像小行星帶就一堆人費了 這些東西都符合這個定律喔 它的周期平方分支 它的半徑三次方的一個固定值 所以只要是核心是誰 所以同樣道理 地球旁邊是什麼人都人到衛星 這些人到衛星跟月球來講的話 也是一樣同樣會符合這個定律喔 懂意思嗎 你把月球的到地球的周期 跟月球到地球的半徑 跟任了一個人到衛星 用這個兩次放在三次方的比值的話 你可以得到一個常數 這樣懂意思嗎 然後重點是核心是誰 我們來看一下 為什麼這樣子呢 好假設這個是核 這是核對不對 這是核對不對 這萬有核定 萬有核對不對 對這個質量小m來講的話 它是不是等於等於什麼 ma 我們說的核嗎 一定會說有個加速核嗎 比如這個粉底在這個地方 它是說地球有一個吸引力 產生一個加速核 這個重點加速核 對不對 按照萬有核定公式來講的話 這個a會等於什麼 g 然後咧 c等於g啊 是不是等於這一塊 是不是 所以a等於什麼 我們就得到a等於R平方分之g大m 是不是這樣可以 嗯嗯 好 那 這個時候呢 這時候假設我們把這個粉 移到 太空中的真的一個點 它在繞著它旋轉 是不是 嗯 那你這個重力 對這個小指甲m來講的話呢 它的加速度是什麼 R平方分之g大m 同時間就是它把這個重力加速度 拿來當成它的運轉的旋轉 那我們學過了 象星b是多少 象星加速是多少 這是R平方分之b平方 哦 R分之b平方 是嗎 分之b平方 是不是 我想一下 想一下好 想一下 象星加速度 這邊長一點 對不起 是不是 嗯 欸到這邊有問題 有 沒有問題 還是有問題 有問題 哪裡有問題 怎麼變過去 怎麼變過去 它把這個重力 加速度 拿來當成它原作運動的 所需要的象星力 象星加速度 它之所以會到地球跑 對不對 像假如我現在軸心一直在這裡 這是我的地球位置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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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衛星在到地球跑的時候呢 這個衛星在哪個點 它如果沒有地球 是不是它就跑出去了 對啊 那它為什麼會變成一個圓周運動 因為它變很大 因為它變很大 這個拉到的力量有多大 不知道 是 是萬元力 它是被一個萬元力拉住 所以萬元力所形成的 這個叫做重力加速度 是不是等同它在這裡所運轉 所需要的象星加速度 它才可以成為原作運動 這個只有平方不見 那你平方不見 啊 啊 這哪平方有啊 等於就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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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本來就不用平方 他說R分是V平方的R R有平方 這邊嗎 這邊本來就不用平方嗎 下面加速度呢 我們在講原作運動的時候呢 你看一下特本原作運動 忘記原作運動了 死了 什麼死了 原作運動死了 原作運動在第一 二七頁 A等於R分是V平方嘛 二七頁齁 好 忘記了就要再推倒一下 A等於R分是V平方的 好 大家記得嗎 有 你們回去一定要記得 在自己說 說的復習就是要把課本上 我們在黑板上所講的 這個推倒的過程 回去自己推倒一次 你回去自己推倒一次 你就會記得 而且事實上不是推倒一次 像我以前的經驗是推倒 可能五六四我才會記得 你推倒一次一定會忘記 更何況你們現在都沒有推倒 好 一定要記得推倒一下 可以嗎 可以吧 我會跟腰有活動嗎 可以可以 不要吃腳的活動嗎 不要吃腳的活動嗎 不要吃腳的活動 我會 超會動 好 OK T 來 這個速度 這速度怎麼來 我們如果看到這個在行程裡面做運動的時候 速度怎麼來 速度是等於2拍R除上T 1 有什麼問題 2拍R 2拍R 它在半徑 半徑 對 2拍R 所以就是這樣 一圈 一圈 轉一圈所需要的距離 除上轉一圈所需要的時間 就是它的銀周在這邊所運行的速度 有沒有問題 沒有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確定沒有問題 所以我們把這個帶進來 所以等於 R分支 T 2拍R 整平方 對不對 拉起來 它會點什麼 R T 平方 2拍 平方 R 平方 對不對 我把這些約掉一次 對不對 T 平方 4拍平方 R 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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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東西 會等於這個東西 再整理一下 把4拍移過去 4拍平方 移過去 所以4拍平方 G大M 會等於什麼 R平方移過來 所以R 3四方 下面是T平方 對不對 好 跟那個B 一方來看 這個東西是什麼 4是不是常數 P P P 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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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喔 這不是R平方 是R 所以這R真的P在平方 如果說 上面的R 他應該是指那個常數 那不是R 那沒有常數 哪來常數 R不是常數 半徑 R不是半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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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OK 有問題 真的被推倒 來 登登 其實在這邊 我們用的就是 只有一個 萬有隱蔽 萬有隱蔽的 公式 跟 所謂的 像是加速度的公式 像是分倒的 好 成全 他已經會了 據說他已經會了 成全 所以到這邊來呢 我們就只好出一個小題目 啦 好不好 出一個小題目 我把這先擦掉 我把這先擦掉 擦掉 你們看太空站嗎 對前陣子有太空站的那個直播 我知道 太空站 有 他在 他在地表上呢 他的距地表 他在地表上面繞行 他的所高的地方繞行 他在400公里的地方繞行 400公里的地方繞行 400公里的地方繞行 好 這是地球 地球半徑多少 地球半徑多少 超酷 6400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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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已經知道了 在地球表面 在地球表面的重力加速度 假設是10 重力加速度 這樣知道意思嗎 我寫G好了 好 請問 這個太空站 速度是多少 太空站 好 才能夠在那邊繞 才能夠在那邊繞 才能繞地球轉 這樣大雨多長 蛤 不能大雨就等你 大雨就可以出去了 蛤 這就是圖的公路 蛤 沒有 沒有 速度要多少 速度要多少 速度可以多少 他繞一圈繞多久 我就問你啊 你知道速度就知道 他繞一圈多久 我如果直接跟他繞一圈 需要40分鐘 你就馬上可以算上速度 出一圈 對 R是距離嗎 R是目前這個R B的半徑 所以他的R呢 他的R是 B9半徑加400 可以嗎 喔 喔 喔 好 他那個固定 你要怎麼進行 對不對 怎麼左手 從哪個點左手 是不是 怎麼開始 我們要先知道 他的重量 重量其實不需要 沒有寫不需要 那你可以假設 為什麼 為什麼不需要 你知道他重量被對抗 好 假設重量是M 如果你需要 我不知道為什麼不需要 或我就給你啊 沒關係 好 不需要 同樣假設給你的題目 你自己要假設一個M 才好帥 有時候是這樣 好 為什麼呢 有時候這個東西 事實上我自己以前 也是常常講 為什麼都給M 所以 所以我做了很多練習 我每次練習都自己夾這個M 帶你去算 算了半天 就發現M就被越掉了 所以經過了幾十次的練習之後呢 我發現說 事實上 很多時候是不需要M的 你們也需要這樣的練習 我哪有用 A等於R跟B幾乎 當然要用這個 你接觸 再出來的B就是答案 是沒有錯啊 你在那一點 他所受的引力 他所受的引力 要恰好等於他的向心力 他才可以繞運動 是不是 所以你要算說 我所受的引力是多少 我算出他所受的引力之後呢 他的引力就恰好等於他的向心力 我算他的G不是 這是G啊 G跟G 是重力 重力這樣 是第一條 所以要先求助 要先求助他在這邊 所受的重力加速是多少 這邊的G是G 因為他的距離不一樣 我們這邊是 半律是R 他的半律是R加400 多了400公里 多了400公里 好遠喔 這是真實的題目 所以你要思考一下 他到底要怎麼算 所以說他中衛星 中衛高度 你要先算出 他會印上的重力加速度啊 你會印上的重力加速度啊 你會印上的重力加速度啊 這也就是他的相性加速度 喔 對不對 那相性加速度我們已經知道了 R分子B平方嘛 對不對 嗯嗯 嗯 嗯 你們可以先算這邊的重力加速度嗎 這邊的重力加速度怎麼算 嗯 這個點啊 他那邊 太空站的重力加速度多少 向下的 假設他沒有運動的話 他向下重力加速是多少 怎麼算 是不是在這邊 0 怎麼是0 假設他沒有運動的話 假設他沒有運動的話 那邊都往下掉啊 對他一定要 所以他必須在運動 他才能夠 維持他的 等速圓重運動啊 所以他的 就是 就是6千 就是6千 加速度要等於嗎 他就6800的平方 等一下等一下 切線加速度怎麼能有 還能加速度 還不是才會考慮 沒有喔 你考慮說 我等速圓重運動 等速圓重運動 等速圓重運動 我的切線有加速度 沒有啊 切線哪個加速度 我的加速度都是打線加速度 都是向線加速度 我沒有切線加速度 我沒有切線加速度 F就是他所受的力啊 你只要乘上M 就是得到他的力啊 我現在M你不用假設了嗎 那F呢 F呢 F就是向線力啊 也是向線力 在這邊也是向線力 所以你那個不知道說 那個A也不知道 對 知道怎麼算嗎 知道 那知道他在講什麼嗎 那你 我們可以從 所有東西 所有條件在配板上 我們不知道就做 我有問題 你說 我重量單位是M 我公尺單位是M啊 這不是 這不是單位啊 這是代號 然後代號 那我這樣 他的單位是公尺啊 他單位是公尺啊 那OK 我們用W好了 好 因為他說這樣會跟M搞混 跟公式搞混 好 閉嘴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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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小 變大 哪邊 對 這邊要變小 這變大 質量 那叫什麼 那個大A 那是地球的 地球的質量 這個時候 不用算了 不用算了 為什麼 因為這個東西 等於多少 在地球上面 G 等於10 對不對 等於G沒有錯啊 喔 對 等我4喔 欸 螺姐你有在聽嗎 這個會等於10 黃色通通畫起來會等於10 為什麼 這個 蛤 什麼 這個會是他的那個 外號眼鏡 對 在那裡 這個那個 那個 這個 這下面 就是 什麼位 你這樣跳 跳過我跳 我看不懂怎麼跳過來了 從這邊到這邊怎麼跳過來了 我就帶這樣 10w 每秒 每秒 10w 欸 等一下 沒有 10公尺啊 4個 10公尺 是這樣 這個 這個 不是啦 你該把單位 又把那個代號 不能這樣用 你不要把單位 放進去 那你的大F 跟W 為什麼沒有寫單位 為什麼有時候寫單位 那如果要怎樣 你單位要寫 就都要寫 不寫單位 都不要寫單位 你才能夠算得出來 你有把單位寫進去 又不把單位寫進去 那有些寫了 有些不寫就很怪 長度就要寫公尺 然後你有單位 就要寫公尺 那如果不寫 那我數對不對 那包含G G的單位是什麼 那我數那我G G不是每秒每秒嗎 G 這個G不是每秒每秒 這G的單位 它有單位 它有單位 因為這邊是牛股對不對 嗯 這邊是 質量是公斤 公斤 R是什麼 距離 對不對 所以G的單位是什麼 G的單位就是要R約掉 所以G的單位就會成 這E過來 等於 T M 平方 乎上K 剛好使用上面這個 就是地勁 你第一個 這常看 但是我們通常 牛股很清楚 好 那我們現在想一下 想一下 在T9表面 重力加速多少 10 對 我已經告訴你10 好 那以這個來看的話 牛頓 第二頓定力告訴我們的 一個質量是它加速度 就像它所說而已 所以它D9表面 它有時候重力加速度 就是 A嘛 就是我們現在說起的G 對不對 G就成這一塊 有問題 可是它要在表面上才可以 對 D9表面上 它都400 所以我們已經知道了 什麼是G嗎 我們要 等一下嘛 慢慢來 所以這個G 是10 等於什麼 G N 數上K 平方 有沒有問題 6 有沒有問題 沒有 沒有 蛤 就是剛剛講的 沒有 確定喔 這個就是我們的重力加速度 在地球表面 重力加速是10 所以我們的重力加速度 就是這個東西 好 這是什麼 這個R是什麼 6400公里 會等於 6.4乘上 10的6次方 變公尺了 我先把它變公尺了 你要知道 所以 所以 R 現在沒有加上那一小段距離 這個R是地球表面 因為就是講10 10是地球表面 地球表面 地球表面的速度 重力加速度 是10 所以我們現在是 調理地球表面 所受的重力加速度 那重力加速 會等於地球表面 所受的重力加速度 是這個 所以這個我們就知道 因為重點我們就知道 GM 好 這等於10 所以我們也知道 第一個參數 所以GM 等於什麼 是6.4的平方乘上 10的 這邊有12次方 這邊13次方 沒有 沒有 我們就知道這個結果了 好了 接下來我們說什麼 算這個點 這個點的重力加速多少 它距離是改變的 距離變遠 重力加速變大變小 變大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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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小嗎 變小嗎 越遠啊 兩點天的距離越遠 是不是重力加速變小 所以我們看這個點的重力加速是多少 是不是 A等於R 平方分之GM 這R我們有一個範圍 因為它是第一個距離 對不對 所以等於什麼 等於什麼 Gm 6.8 6.8 是不是 400 加6400 等於6800 我說這樣 上面還是GM A 點一下再換 這6.8 乘上10的 6次方 再一個平方 對不對 這是R 等於什麼 所以把那個Gm帶過來 所以等於6.4 平方 乘上10的 13次方 出上 6.8的平方 乘上10的 12次方 對不對 對 接下來就數學了 約掉 約掉 這數可以算 這就是我們新的加速度 新的加速度等於什麼 新的加速度等於什麼 新的加速度等於R 分之V平方 R分之V 對 R分之6.8 乘上10的6次方 V平方 所以 這兩次在相等 出去 V是不是得到了 OK 清不清楚 OK 清楚 麻煩把這題算一下 當然這次的作業 好 好 啊 啊 最後要記得講 好不好 死了 你們真的 聽不懂 有時候在課堂上 不好意思問的 一定要利用時間 下課中午的時間 跟同學討論一下 中午討論不夠呢 下午七八堂課 我還在這邊 也可以來找我討論 好不好 盡量在上課的時間 在學校的時間 把需要工作 搞定了 然後就露面 回去要換場 然後直接來做 齁 好 這個計算機按一按就好了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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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